这些都是你准备的吗 你喜欢吗 乖肉麻的 但是 我很喜欢 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对我说 第一件事 你即将要做金贝母大赛的评委了 我知道你有压力 但我相信 你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第二件事 我决定了 让四也参加这次的比赛 你决定好了吗 以处师的身份 我已经想好了 所以 我想今天当面告诉你这个消息 沈樱 其实 我更想跟你说的是 这次 我能以主厨的身份参加美食评选 最大的原因就是你 是你给了我动力 是你用温暖 治愈了我 让我能重拾 对美食的热爱 还有自信 也让我真正了解了美食的意义 这一百天里 这一百天里 你给了我 你想象不到的更多更多的东西 我想用我自己的努力 让四 重新获得大家的认可 是我永远的幸运 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重要 那不是让你 白白捡了个便宜 是啊 我和幸运 让我捡了一个大大的便宜 不是 是新获得 这杯我敬你 是新获得 他在此 怕不瘧了 对 如果我温暖 你会再到我 那就可以叹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